这个老头被西班牙国王称作国宝 而他也是皇马欧冠夺冠的幕后英雄 他叫平图斯 五大联赛最强的体能教练 想当初七达内上任皇马教练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请来了平图斯 也正是这个老头 让34岁的本子马不断逆生长 去年拿下了金球奖 36岁的莫德里奇 更是在平图斯的帮助下 欧冠非奔半场产断没息 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平图斯魔鬼训练法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 因为他每天都要把我们队往私利找 本子马曾向记者哭诉道 第一次参加平图斯的训练时 法王前锋直跑了25分钟 就累到在场边呕吐不止 正是如此高强度的训练 让那些年的皇马 用体能和意志脱滑了对手 成就了欧冠三连冠的伟业 而当平图斯离开皇马 加盟一甲球队国际米兰后 蓝黑军团不仅收获了连载冠军 最连从前批九度的卢卡库 更是被他练成了魔鬼进入人 这便是平图斯 一个默默为球队奉献的体能教练